台湾史上第一次新闻台被关台 而陈文倩在节目上面就痛批蔡英文要负全责 陈文倩就指出撤照审照 其实是威裙时代遗留的产物 他就批评蔡总统 过去没有为民主政治奋斗过一分一秒 而如今却扮演起言论自由的践踏者 回到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成果 对于陈文倩的批评 总统府则是以不回应个人言论 做过回应 举起手准备说再见 资深媒体人陈文倩在脸书写下 世界周报在中天倒数的日子 我认识多少中天的员工 是我在当中天董事长的时刻就在了 我当时在的时候他们就在了 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 根本电视台不应该换照 你可以有罚金 你对蔡衍明看不顺眼 你觉得他干预言论 台湾哪几家电视台 老板不干预言论 在中天近20年 陈文倩看着中天多次一主 换了三个老板 如今又即将被关台 怒轰NCC审查新闻台证照 就是威权体制的观念 也是一档独大的结果 这个法律应该修掉这样 就是说你给一个机构 他可以用撤照之权 然后让你一家公司 那么大的一个投资 最后所有的员工都归于全部没有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威权时代的 有这个遗留下来的产物 大家希望在中山西所在一合 要来任总统府有行抗议 1986年台湾尚未解研 当时郑南荣等民主前辈 透过一次次街头流血抗争 甚至牺牲性命 争取得来不易的言论自由 那时候的蔡英文 一路从国民党执政时代 担任部会幕僚 到升任陆委会主委 总统府国策顾问 最后当选总统 一路走来 陈文切怒轰 蔡英文没有为民主政治奋斗过 如今当了总统 却在一戏间毁了他 当然蔡英文会下马一久看齐 因为他这生没有为民主自由 奋斗过一天 所以他内心里头 根本没有言论自由的价值 这是我的看法 现在的民进党的政府的总统 他本身是没有为民主政治 没有言论自由 牺牲跟奋斗过一分一秒的人 希望明年的4月7日 我再一次的站在这里的时候 所有的台湾人民 都会记得这一天 不只是郑南荣殉岛的日子 更是台湾的言论自由日 对比过去曾口口声声说 要民众记得郑南荣等人的英勇事迹 但如今蔡英文当了总统 却关了中天新闻台 也让陈文倩怒批 蔡英文昔日是民主运动逃兵 如今是言论自由的践踏者 对于陈文倩的评论 总统府则已不回应个人言论 作为回应 记者 总统府到